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古诗子之为 全是故事学古诗 这是网校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蒙曼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顺着历史学古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风歌 大风起戏云飞扬 为家海内戏归故乡 暗得蒙世系 首四方 这诗得先说作者 我们之前学诗经都没有作者 但是这首大风歌不一样 它有作者 而且作者还特别厉害 是汉高祖刘邦 刘邦这个人 在历史上特别独特 这方面呢 它是开创了西汉东汉四百年基因 雄汉盛唐啊 到现在也是我们中国人深感骄傲的那个高光时刻 但在另外一方面呢 它就留下了好多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比方说大家都知道的 刘邦逃难的时候 嫌这个车子载重量太大呀 跑不快呀 就把自己的一双亲生儿女给推下车去 而且推了好几次啊 这样的事很多 都让人觉得呀 这是一个有点流氓气的开国皇帝 可是呢 恰恰是这个不怎么文质彬彬的皇帝 却写下了一篇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 都非常非常有分量的传世名作 大风歌 大风起戏云飞扬 威家海内戏归故乡 I'm the猛士气 守四方 这诗非常简 就这么三句话 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定的知识点 我们很容易就能翻译出来呀 大风猛吹呀 白云飞扬 我平定了海内呀 回到故乡 到哪里去找猛士啊 镇守四方 就这么简 但是我们还得看结构 这个结构啊 和之前我们讲的 不刮 以及无一相比 又什么特点 很多同学可能都看出来了 说这可不是诗经经典的 这个四字一句呀 它也没有诗经那样的 副榻结构 它不重复 它的句子更散 而且呢 它的每一句 都带着一个西字 他说这不是 储词的特点吧 确实如此啊 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啊 两大源头 一个是黄河流域的诗经 一个是长江流域的处词 那处词我们都知道呀 是楚国大诗人 屈原创造的文学形式 很多人都会被 路漫漫其修远系 武将上下而求索 那大风歌 它为什么会有 储词的特点呢 因为刘邦跟屈原一样 是楚人啊 战国末年呢 其实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有两个 一个就是秦 一个就是楚 那秦灭关东弱国的时候 一般他都找出一些 打仗的理由 至少找一些借口 只有楚国 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 没敢得罪过秦国 可是呢 秦国还是把人家楚怀王 囚禁至死 而且呢 最后还是把楚国给灭过 所以楚国上下非常的悲愤 当时就有一个贵族 叫楚南宫说了 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 什么意思 我们楚国 就算是只剩下三个家族 我们也一定会把秦国给灭掉 这是多深的仇恨 多强大的信念 那么楚南宫这个说法 到底应验没有 还真应验 你看啊 秦朝末年 大则相起义 揭竿而起的陈胜无果 那都是楚国人 一打火烧了咸阳宫的巷 也是楚国人 最后建立汉朝的刘邦 还是楚国人 是楚国人就有 楚国人的歌唱方式 虽然刘邦最后是定都长安了 但是当他建立了大汉王朝 又平定了淮南王英部的叛乱 重新回到他的老家沛县 就是江苏徐州 大宴父老乡亲的时候啊 楚枪楚调 还是立刻涌上心头啊 所以八九临风 脱口而出的 就是大风歌 这首诗写的太好了 一共三句呀 每一句都那么好 先看第一句 大风起戏 云飞扬 一上来就写天气 写自然风光 可能很多同学都说了 我写日记也是这么写的呀 比方说 老师让我写快乐的周末 我就写 天气特别好 天那么蓝 水那么绿 妈妈带我上补习班 一样不一样吗 这可不一样 大风歌 开头 他不是一般流水仗式的 天气描写 什么是大风起西云飞扬 这狂躁的大风 流动的长云 确实是一种 最宏大的天气场景 可是它又不仅仅是天气 这个长云大风背后 是秦末汉初 波澜壮阔的 政治风 你想想看 曾经不可一世的秦王朝 呼拉拉如大杀青 然后包括刘邦在内的英雄豪杰 揭竿而起 逐鹿中原 好不容易打败了秦帝国了 紧接着又跟项羽争天下了 然后四年楚汉战争打下来 项羽自吻乌江了 刘邦终于一统天下 可是没过多久又要面临诸侯王造反的困局 事实上 刘邦在写这首诗之前 刚刚才打败叹乱的淮南王英雇 你想想这样 一个接一个的政治变故 一场又一场精心度过的战斗 这才是真正的大风气息 云飞扬啊 刘邦就是在这场风云中崛起 也是在这场风云中崛起 所以依据大风气息云飞扬 既是自然风云也是社会风云 还是人心的风云 所以这不是一般的天气描迹 这是要营造出一种悲壮的气氛 而且是要引发出一个真正的话题 这个就是中国古典诗词 一个特别有名的修辞手法 叫起性 什么意思呢 先说一个事 然后再带出来真正想说的那件事 就比方说诗经 观观居咎在河之中 那就是起性 他真正要引出来的话题是什么呀 是窈窕淑女君子好穷 你看这首诗也是一样的 大风起戏云飞扬 这是起性 起了之后真正要引出来的是什么 是第二句 这才是刘邦重点要说的事情 那你一说 微家海内西归故乡 这首诗的背景就交代出来了 刘邦不是在任何人面前这么唱的 他是在家乡父老面前唱的这首歌 而且呢 他这个回乡 不是小同学放学回家 也不是爸爸妈妈过年回老家 他是微家海内归故乡 是意见幻想 那大家想想看 当年他离开家乡的时候 连他爸都认为他是个浪荡子 不如他哥哥有出息 可想而知 乡亲也不怎么高看他 可是现在呢 天下的老百姓都在他脚下了 天下的江山也都在他脚下了 这种感觉 是何等的威风凛凛 抽搐满之 那看到这儿 有没有同学想到他的老对头项羽 当年项羽火烧咸阳宫 之后呢 也有人看着 这关中是好地方 不如你就就此定如罢子 结果项羽回了一地 说富贵不贵故乡 如易秀夜行 谁知之者 什么意思呢 如果富贵不还乡的话 就好比穿上了一身绣花的衣服 在夜里走路 那谁知道你这一身花秀啊 然后呢 就真的东归故乡了 那时候的项羽又何尝不是 威风凛凛 抽搐满之啊 两个人其实都是 威家海内戏 归故乡 那刘邦和项羽的区别 到底在哪呢 在最后一句 安德蒙世纪 守四方 这一句诗啊 真不得了 有了这一句 这首诗升华了 刘邦这个人也升华了 威家海内让刘邦 志得意满 但是绝对没有 忘乎所义 他始终有危机意识 大赢了天下就能治理好天下嘛 连同生共死的英雇都能造反 其他大臣就一定可靠嘛 到哪儿去找那么好的壮士 为他守住这锦绣江山呢 所以到这一句呀 你看见没有 刘邦的心哦 一下子从过去飞到了未来 感情呢 也一下子从昂扬 转到了感慨 而且 我们也一下子就能明白 为什么是刘邦 而不是项羽 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 其实大家都知道 项羽也写过一首很著名的诗嘛 叫该下歌嘛 立把山戏 气概誓 诗不利息 追不试 追不试兮 可奈何 于兮于兮 奈若何 这是像你 干下之为的时候唱的歌啊 唱什么呀 我立其能跋山啊 我气概能盖世 可我实俊不济啊 乌追马也不再飞驰 乌追不走啊 我有什么办法 淤积淤积啊 我该拿泥怎么办呢 这两首歌从文学角度来讲 都那么好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 你就能看出差距来了 差距在哪啊 刘邦最得意的时候 眼睛里也有别人 项羽最失忆的时候 眼睛里也只有自己 一看他说自己立把山戏 气概誓 然后放眼四周看到的 只有他的马 他的美人 这不就跟他看他自己是一样的 正因为项羽眼里只有自己 所以他身边的谋臣猛事都不帮他 纷纷离他而去 最后只能剩下一段 孤家寡人的自问 可是刘邦不一样 刘邦眼里有人啊 当年天下一统 在洛阳庆功的时候 把别人都吹捧他呀 说陛下不得了啊 我一统天下呀 他就说了 要讲运头帷幄 绝胜千里 我可不如张良啊 要讲安抚百姓 供应粮草 我可不如萧和呀 要讲战必胜功必取 我可不如韩信哪 是这三个人帮我 我才能得到天下 那你看现在到家乡父老面前 他还是这么说 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 这才是一个皇帝的眼光 和胸心啊 你想一首诗收到这儿 既昂扬又感慨 既有高度又有厚度 这才是好诗 据说呀 刘邦在唱完这首大风歌之后 是替树航香 就是眼泪哗哗的流下来了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啊 一个只知道笑 不知道哭的人 是成不了大事 一个只会耀骨扬威 不会居安思维的人 也是成不了大事 这就是这首诗教我们的道理 那总结一下 这首诗到底讲了些什么 第一个 我们讲了一下楚国 也讲了一些楚词的基本特征 讲了楚汉战争 第二 我们讲了一个修辞手法 叫做起性 由一个事 引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 第三个 我们分析了刘邦和项语的 成败之的诗 这是我们中国古代 政治史的重要道理 那今天这课呢 到这就结束了 下一次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汉乐府长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